执行工作有着怎样的风险和挑战 计划就去现场把这个催事学给带走 才去拘留这种措施 12月25号 2018年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几天之一 一大早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孟凯峰 和他的同事们就准备出发了 申请人这边 我太太给咱们联系了好多次 也来过咱们海洋两趟 要求法院对随事学 随得意采取更加强烈的措施 就是拘留 这一次的执行孟凯峰的计划是 对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文书的 失信被执行人实施强制拘留 而这也是申请人的再三请求 申请人和被执行人 在亲手关系上是祖孙四代人 我太太八十多了 冒着严寒来找过我两次 就让拘留 我说你们这个关系亲儿子亲孙子 拘留不合适吧 他没事 他都不认我了 这种人必须教育他一下 这个案子有一个申请人 五个被执行人 那么这位王叔兰老太太呢 到法院里起诉了他的儿子 儿媳妇 孙子 孙媳妇 还有重孙女 本来是这个四世同堂喜事 可是闹到法庭上了 而且这个案件经过了一审二审 老太太人家胜诉了 这五位被告呢 一共要支付老太太七十多万块钱 可是现在呢 法院判也判了 老太太呢 也强制执行 也申请了 可是截至到执行法官出发的这一刻 老太太一分钱没拿着 你看这家人 那么这家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纠葛呢 王叔兰老太太 如今已是82岁的高龄 2017年2月13号 与她相伴一生的丈夫崔国芳 因病离世 随后不久 她将大儿子一家五口告上法庭 他们是因为家里面的宅基地拆迁 对这个拆迁款发生征用 原来 2013年 北安河村开始了宅基地腾退安置工作 崔国芳和王淑兰的两个儿子 分别都拿了由宅基地置换的安置房屋与补偿款 其中崔氏学置换了三套90平方米左右的安置房 并一次性领取了240余万元的腾退补偿款 当时王淑兰夫妇提议 让两个儿子一人提供一套房子给他们养老 等到二老百年之后 再有两个儿子各自收回房屋 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了大儿子崔氏学的拒绝 为了房子的事情 王淑兰与大儿子一家志气 许久都不来往 直到2016年 老太太从孙媳妇嘴里听到了一个消息 而这个消息让他更加生气 王淑兰说 为了解决矛盾 他求助村干部进行调解 但更让他寒心的是 大儿子崔氏学非但寸步不让 还在外人面前说要与母亲法庭上见 在王淑兰心里 大儿子家拆迁分到了三套房 还有两百四十多万元的补偿款 这一切都是自己和老伴 从前分家分给他的宅基地换来的 可现如今在大儿子的计划中 一切都与父母二老无关 对此两位老人既伤心又愤怒 他后来他不管我了 这回我要一套房住 没个死还是他的 都不行 这是儿子 含心不含心呢 2017年2月 在与大儿子一家的持续拉锯和争吵中 王淑兰的老伴崔国芳 突发疾病去世 而这个结果更是彻底刺激了王淑兰 崔国芳啊 要没有这个儿子啊 死不了 没有 母子情 咱就法院去吧 告吧 祖孙四代是对簿公堂 最后这老太太虽然是胜诉了 法院判决应当获得相应的 腾退安置补偿款 但是七个多月 唰就过去了 一分钱没拿着 而这个崔氏学一家人呢 也成了失信被执行人 俗话说的成了老赖了 您说他为什么不执行 这个生效的法律的裁判文书呢 是没有钱还是不想还 咱们俩给他算一笔账啊 他们家在北京 有三套房 两辆车 拆迁的时候呢 还拿到了二百四十多万元的 补偿款现金 您说家得一块 这得多少钱啊 所以老太太这七十万 对她来讲根本不是事 那这钱 她自己说没钱 所以您也问了 这钱都去哪了呢 2018年5月底 王淑兰向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了强制执行 受理此案件的孟凯峰法官 最初对此信心满满 但很快的他就意识到 这个案子远比他想象的 要复杂棘手 就在海淀区人民法院 向崔氏学一家发放执行通知书后 原本在崔氏学名下的 二十万元定期存款 竟然被人提前取出 而这样的行为 是对法律的藐视 和对执法者的挑衅 这是很明显的专业财产 法院肯定要追究在人 甚至会追究 拒职的刑事在人 孟凯峰法官随即传话了 失信被执行人前来法院 但是同样的 这一次 崔氏学仍然没有露面 一个都要过去了 没有任何反应 并且一说都是老人的错 这种人的话 我觉得必须称致一下 无论从法律上 还是从道义上来讲 这是孟凯峰 七个多月来 第一次见到 崔氏学和马凤晴 然而 面对法官 何时还钱的质问 崔氏学夫妇一口咬定 自己家里的经济紧张 确实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不是说不给 给啊 我要挣有钱我就给 就单纯问他嘛 实际管去哪了 看来我们都花完了 开好大 都没了 你说给我你们多少 你说给我你们多少机会吧 所以还给我 那赶快还我有钱 我要还 您说的谁不愿意还 签账谁不愿意还钱呢 如今看到执行法官 找上门来了 崔氏学夫妇表示 他们可以先还十万元钱 给老太太 钱你的家里放开 交还下去 不是 是想着不说想着糙 那不是 我跟他说养二十万 不想着糙二十万呢嘛 没糙够呢 公妈 行 老师 你全让衣服拿一 我先给我回牌 全让衣服拿一 不是 您买的袋子啊 对 先给他 你买的袋子啊 要出了人家衣服 先给我回牌 好吧 但是拿着财癌啊 降糖啊 一听到执行法官 要把丈夫带回法院 马奉勤显得有些激动了 在言语间 他对婆婆王淑兰的怨气 也开始表露出来 亲人 他就没拿我当亲人 他拿我当亲人 他不 他不这么逼了我 你做成这事 你也太绝了吧 你 你死不死呢 你 说我们家老公 被气死的 我们家老头子 真的就是他气死的 早上出门的时候 执行法官孟凯峰啊 原本是打算要把这位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而且恶意转移财产的老赖 这个失信被执行人 也就是老太太大儿子啊 崔氏学 本来想什么呢 想给他带回去 强制拘留 但是呢 崔氏学夫妇啊 经过这个交涉谈话 尤其是在感受到 马奉勤对婆婆这个怨气之后呢 他突然改变主意了 他没有直接把崔氏学 带回法院 而是中途呢拐了个弯 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毕竟这申请人和被这些人 是直系亲属 祖孙几代 这个关系谁都放任不了 无论经过什么样的行动 经过什么样的强制 他们这些亲属关系 都无法割断 当时我就想呢 这个执行策略上 还是能改变一些 他们母子见一见 聊一聊 看看能不能有所缓和 然而母子俩的见面 并不如孟凯峰所期望的那般融洽 一开始两人的态度都很冷淡 三两句话后 又开始翻起了旧账 我怕他养能大 他养谁一天 有一个事 他要不着跟你生气 他不至于死 八个月生 是您生的 没错 但是说您养 没养你 那都是我奶奶那时候养的 我知道没生你 老崔 今天你来 东欧我没大 养了我 老崔 你不是说 讲你白睡以前的事 你今天就来 承认你的问题 知道吧 此时 崔士学向王淑兰提出 分期支付执行款的要求 我慢慢往后慢慢还吧 您今天还您点 您今天还您点 晚上五万以上 我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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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 活过来 那时候 他觉得 您就在耗我 就是故意的 再给我托 我一身的病 没事的 瞧病 他 他拿着急 你知道吗 说他这么一天 我记得 刚怕乱了 他就取下两大兜兜 这是我们家亲亲看见的 在王淑兰看来 儿子崔士学一家 并不是没有钱 更不可能把 二百四十多万元 补偿款都花光了 他们只是不想 把钱给自己而已 有财产 但是这些财产 想变现的话 都需要时间 尤其是房 就很长的时间 现实在这摆着呢 账上确实没钱 咱们问呢 他也说了 他拿不出来 那今天就要拘留了 他也说了 拘留就拘留 你反正可以拘留 他这个拘留啊 我反正说过好几次了 不是第一次 棘手的现状 摆在孟凯峰的眼前 强制拘留吗 真能解决问题吗 拘留 真仅是一种 威慑 是一种手段 它不是最终的目的 最终还要解决问题 你说咱们的儿子拘留了 他儿子怎么想 孙子怎么想 监法邻居怎么想 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一方面孟凯峰积极协调 拘留着分期付款的方案 另一方面 他在脑子里 飞快地盘算着 执行款项的来源 你再考虑 我老太太说几句话 你老太太说几句话 我一说几句话 我这么想的 总交得75万吗 今天交来10万 超了两辆车 你要20万算 就10万加20万 就30万 30万加上工作坊的租金 就将近35万 春节前能够支付将近一半 他心里上得到一些安慰 那么剩余的事就好办 那咱们再给他个机会 他有一项完成不了 那都只能拘留了 说真的 最后 在执行法官们的耐心劝解 与协调下 王淑兰和崔士学各让一步 双方终于达成了 分期付款的执行和解方案 崔士学 崔德义两人都来了 第一 把车交到法院来 第二 对法院的工作表示感谢 第三 表示一定要 第一筹款 把车收回去 通过咱们这个执行活动 他们俩的这个矛盾呢 短期内 没有一个解决 那从长期来看 至少不会加深 从今天来看 我觉得非常成功 比单身的拘留 稍微好不少 对他们母子关系 这个修复 我觉得是很有好处的 您看整个这个执行的过程 就别光咱们这么说着 都觉得累 你看一方呢 要全额一次性支付 另外一方说 我不 我没钱 我只能分期 一方呢说 我每年给十万 另外一方说 不行 最多就给五万 你说这 所以执行法官呢 还得在中间 要不停地调节 沟通 最后 要找到一个 于情于法于理 都能兼顾的平衡点 当然了 也有人说 不至于吧 这不有法律吗 简单粗暴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行不行 也行 比如说 这个案件当中 直接强制拘留 没问题 但问题是 在这样的案件当中 强制拘留 结果好不好 效果好不好 还有 您这么做了 会不会引发 更加 深的 矛盾 冲突 这些其实都是 在法律之外 我们的执行法官 要考虑的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 还很重要 其实啊 说起来 这一对亲母子 在亲情利益的争执当中 亲情没有了 可执行法官呢 还是希望 有了法律的判决 这个亲情呢 也能维系得住 所以你看 我们执行法官 是百般的努力啊 想替这对母子 弥合亲情的裂痕 所以 这就叫 执行的温度 感谢各位收看 这里是道德观察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